中年人没有强迫范贤答应他的条件 他也没办法强迫 毕竟现在说任何条件其实都存在不确定性 谁知道范贤会不会去打开禁忌之门呢 于是最终他只得恨恨离去 而就在这些人离开后 范贤这才是意其他人做作响 庆帝也从暗门之中出来了 其实范贤刚才敢和他们谈条件 除了苦和提前藏在外面的原因以外 还有就是庆帝在暗门之中 那帮机器人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阻止庆帝 只要庆帝突然杀出 整个别院势必会被范贤所掌控 那时候这帮机器人就会落得 和中间派的机器人一般无二的下场 这也就是范贤一直未曾出生 让庆帝出来的原因 此时众人都看着茶几上的令牌 显然刚才通过范贤与那中年人的对话 他们也清楚了 这没令牌的重要性 看来你走了一步好奇 范贤看着庆帝道 原来神庙的人早就向庆帝透露过这枚令牌的存在 并且要求庆帝帮他们寻找 而庆帝自然第一时间想到了长公主 他在这里见叶青梅最后一面的时候 叶青梅就曾说过 他在长公主那里留下了一个东西 神庙的人很想得到 而且还叮嘱庆帝将之取回来 但庆帝却始终没有从长公主那里 取回这枚令牌 而是一直将这东西放在他那里进行保管 并且为了掩饰这枚令牌的存在 他和长公主还故意编造出了一个隐藏的秘密 关于内裤之中一笔巨款不翼而飞 如此一来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之间的秘密 与内裤的巨款有关 甚至是范贤当初也是这般想法 甚至还问过庆帝 可谁能想到 这个秘密根本就不存在 真正的秘密居然是这枚长公主 拿在手中几十年 但却始终未曾知晓其作用的令牌 他们居然会为了这枚令牌 如此大张旗鼓地出现 甚至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 左飞羽望着院内那些机器人的尸体 有些不明白 即使刚才范贤 其实已经解释过 这是因为信仰的存在 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仰 才能驱使他们这般不死不休地 寻找这枚令牌 颜冰云也觉得匪夷所思 在他们看来神庙的人界能够因为理念不一而分裂成三派 相互斗争了数十年 数百年 甚至上千年 那究竟要如何一个信仰 才能让他们聚集在一起 统一在一起 而刚才范贤只解释了关于信仰 但却没有解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 范贤闻声面露苦涩 望着蓝天白云感受着北风呼啸 一时漠然 半想后 他才转过头看向左飞羽 语言冰云 当所有人都绝望了时候 突然出现一个能够给予他们希望的人 你们觉得 他们会不会以这个人马首是瞻 范贤淡淡地道 众人闻声皆是点头 神庙的鼓舞者出现之前 所有人都无法修炼 如果不动用机器人 他们根本就不是外面这个世界的对手 而他们想要继续地存在下去 要么打开禁忌之门 要么统治外面的世界 但没有鼓舞者 他们什么也干不了 机器人始终不是人 无法理解人类的复杂思想 只会执行早就已经设定的程序 所以 当有一个真正的人类 给了他们希望 而他们又被植入这个世界 对信仰的坚定不移的基因 自然对那个人忠心耿耿 失智不渝 就好像是一个救世主 即便他已经死去 可他仍旧会活在 被他拯救过每个人的心中 而每一个救世主 最好的选择居然也是死去 范贤的话到这里 不由觉得悲哀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他无法全然理解 但没没想到这些 他便止不住地感到了悲哀 悲哀于有心无力 也悲哀于无能为力 所以有句俗话说得好 傻人有傻福 糊涂的人看不清这个世界 反而会活得更加的自由自在 反而越是知道得多 心里的负担越是沉重 最终成为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鸿躬 阻拦在面前 多么痛的领悟 原来成长与成熟都是一种背负 可既然如此 那当年这东西又是怎么流传出来的 庆帝刚才也看到 叶青梅留下的信 信上并没有提及这枚令牌 叶青梅只是告诉他 他把这个东西给了长公主 至于他是如何从神庙带出来的 神庙的人既然如此看重这东西 又岂非让叶青梅随随便便就带进来了 范贤闻声也是摇头 关于他母亲的记忆 范贤只能通过信上描述了解 除此之外 便是五竹的回忆 可是无论是他母亲还是五竹 他们都没有提及这枚令牌的出处 我想 五娘既然并不知道这东西的重要性 或许当初也是无意之间带出来的吧 言罢 范贤站起身来 来到平台边上 看着这池塘水面上的钥匙行甲山 禁忌之门的秘密 人类灭绝的原因 他此刻都已经知晓 那么接下来 除了拯救海棠朵朵以外 他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要做 确认他母亲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了 什么 禁地闻声 心神俱阵 脸上表情当时就不一样 他还没有死 禁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只是有可能 我也不确定 要确定这件事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他 就是他真的没死 那他也应该被囚禁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至少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地方 要找到他 不会像救海棠朵朵这般简单 倘若叶青梅真的没死 那他又为何要消失 而此时他又在哪里 这些都是未知数 还有神庙 既然叶青梅真的没死 那神庙又为什么要来找范贤 叶青梅不是也可以打开禁忌之门的 而且他的异能基因比范贤不是更纯粹 范贤不过是继承了他的基因而已 他打开禁忌之门的可能性不是比范贤更高 神庙为什么不去找他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这时骨盒从外面走了进来 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今天虽然用计 让左派答应去救海棠朵朵 但这毕竟只是一场交易 谁也不能保证事情会按照计划进行 所以想要救海棠朵朵 光靠左派的人肯定不行 五竹呢 静帝昼眉问道 他在神庙 但是联系不上他 我总觉得 他有些地方不对劲 他告诉我 今天来的是左派 但是没有说中间派也来了 他说婴儿被植入记忆数据 就会变成异能者 但刚才在我娘留下的封信中也看到了 异能者是因为精英变异 计数据的植入 只是为了让异能者更贴合 打开禁忌之门的要求 范贤想不通 他不明白五竹为什么要跟他撒谎 你确定他是五竹吗 我 范贤一时语色 他真的不能肯定那是不是五竹 这让他很矛盾 五竹没道理骗他 可是那晚的五竹 让范贤感到了很陌生 他们似乎并不是同一个人 可五竹本来就不是一个人 这时候颜若海从外面走了进来 人都跟上去了吗 范贤问道 颜若海点了点头 原来在左派撤离太平别院的时候 范贤让颜若海派监察院的人偷偷跟了上去 希望通过跟踪他们找到神庙确切位置 但范贤知道这很难 他们肯定有交通工具 不然也不可能三日之内从神庙赶到这里 说实话 要救海棠朵朵 范贤能做的真的很少 范大哥 你认为左派的人 真的会去救海棠姐姐吗 这时左飞语呼得问道 众人闻声 皆是皱眉 其实这也是他们想问的 左派的人 真的会为了这个交易 去救海棠朵朵吗 要知道左中右三派相争相斗多年 右派怎么可能轻易让左派得到那枚令牌 而今日 左派跟中间派的人都来了 为什么右派的人迟迟没有现身 没有拿海棠朵朵出来 交换那枚令牌 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他们到底想利用海棠朵朵 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范贤并不担心他们改造海棠朵朵 第一 神庙里已经没有基因数据 第二 海棠朵朵本来就是外面世界的人 本来就是因为核辐射而导致基因变异的人 他们留着海棠朵朵 而不与范贤交换令牌 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最想得到的 不就是令牌吗 可是为什么没有动静 难道说 是因为内讧而导致左派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暇离开神庙 范贤很困扰 谁遇到这种事 想必都会很困扰 所以他没有办法回答左飞宇的问题 但今天 所做的应该是他唯一能够做的事 而海棠朵朵还是要救 无论如何 他也要救 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范贤 以南清与北齐两国的兵力 能否摧毁神庙 这是北齐小皇帝问他 范贤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 北齐小皇帝很纳闷地看着他 这是庆帝发话了 神庙人数本就不多 纵然他们的武器再是厉害 也架不住我们人多 为什么不能摧毁神庙 冷兵器与现代武器的交锋 唯有靠人数才能取生 而且还是产生 为了救一个人牺牲成千上万的人 范大哥不会这么做 左飞与事实出生 道出了原因 他知道 范贤果然决绝 在某些情况下 会显得很残忍 但是他绝非罔顾他人性命的人 范贤有着自己的道德标准 而且异于整个世界的人 众人听闻 皆是沉默 他们知道 左飞与说的是对的 也知道范贤不会为了救海棠夺夺 而驱使成千上万的士兵 冲锋陷阵 死于非命 范贤不是那样的人 但是 就现阶段而言 他们所拥有的底气 仅仅源于北极与南庆的两国兵 这也是救海棠夺夺最大的底牌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一道身影轻飘飘地划过了池塘水面 五竹 众人脸上皆是错愕 惊讶 就连庆帝也不例外 看着落在平台上的五竹 范贤下意识地叫了一声 说 五竹没有说话 黑布下的眼睛 像是在扫描平台上的每一个人 健壮 众人皆是心神一灵 一种不祥的欲管涌上心头 范贤也感觉到不对劲 急忙站在人群的最前面 说 你怎么来了 范贤沉声问道 谁知五竹一抬手 令牌 依旧冷漠 他的说话方式从来没有改变过 以而范贤却伸开双手 让人群缓缓地向后面退去 他不是五竹 甚至不是真正的五竹 想救海棠夺夺 就把令牌给我 五竹依旧保持着 向范贤要令牌的姿势 你不是五竹叔 你骗不了我 你到底是谁 你们把五竹说怎么了 范贤脸色阴沉无比 我就是五竹 把令牌给我 走 范贤大哄一声 就在他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五竹手中的铁签 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仍旧是极其简单干净 利落的招式 没有任何的花里胡哨的东西 可是范贤的反应也不慢 抬手便将五竹的铁签 格挡到一边 而后右手急探 拍向五竹的肩膀 速度之快 力量之猛 简直惊为天人 五竹显然没有想到 范贤的速度竟会如此之快 他显然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被一掌拍飞 倒飞食杖 撞在了原本就已经倒塌的外面废墟之中 但下一刻 废墟之中的乱石 呼得被震飞 静止朝着范贤宛若流星般撞来 范贤再次抬手 碎石在他眼前化为飞粉 而后便看到五竹的身影 在水面上轻轻一跃 手中铁签直侧向范贤的脑袋 而这时 范贤目光一灵 空气瞬间静止 铁签就这般停留在范贤的眼前 寸步难尽 身在半空的五竹 还想用力 可无论怎样都无法推动铁签 就好似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将铁签禁锢在半空 这时 蒙着双眼的五竹 呼得死死地看向范贤 一股巨大力量 顿时从他身体里面涌了出来 砰 震耳欲聋的声音 在院内 诸然响起 池塘顿时炸裂开来 水花似箭 精彩内容 下集再见